你是给我长孝子 成一出道很多年的时间 但却是这两年才火了起来 靠着和袁冰岩合作的琉璃 成为了全网熟知的古装男神 可谓是终于熬出头了 是个五年再次和杨子合作 两人也从当初的小配角 一跃成为了现在的一线流量明星 再次合作依然是充满欢声笑语 都知道杨子有个有趣的灵魂 说他人见人爱也不为过 当初杨子和成一还有秦俊杰 三个在剧组里玩得非常好 后来杨子与秦俊杰因细生情了 成一不但成了电动炮 他只能含泪祝福两人 谁知后来杨子和秦俊杰分手了 如今成一和杨子在合作 两人也已经不是少年的时候了 不管年龄上还是性格上 都成熟了非常多 但是好歹是认识这多年 两人作为之根之底的好朋友 有没有可能会因细生情呢 毕竟两人合作的陈香就很般配 成一难道就甘心跟杨子做朋友吗 以次成一片场调侃杨子 考虑和我在一起嘛 毕竟两人的年纪也不小了 怎料杨子的反应 你很好但是我不配 成一都傻眼了 或许成一是想借着玩笑 然后表达自己的内心 对此你觉得杨子和成一般配吗 欢迎留言评论